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智慧术Party开始了 嗨 智慧术Party 你我都是好朋友 金格里握握手 一起大声说你好 一起快乐舞蹈 这是一个party 快乐的party 和朋友一起快乐的party 我们很开心 我们很happy Happy Party 你我都是好朋友 金格里握握手 一起大声说你好 一起快乐舞蹈 你好 你我都是好朋友 金格里握握手 一起大声说你好 一起快乐舞蹈 一起快乐舞蹈 泡泡实验室 智慧树星球新的一天开始了 泡泡实验室里 又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呢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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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咕咚博士去做研究了 他有留言给你 小咕咚 你好 我外出做研究了 不在实验室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找我的助手小智伴帮忙 知道点博士 小咕咚还想表演给你看 那好吧 小智伴 小智伴 小咕咚表演给你看好吗 你看 小咕咚有两张纸 这样放着吹一口气 它们不会封开 反倒贴得更近 你看好了 是不是很神奇 这两张纸就像施了魔法一样 小智伴知道 这个不是魔法 是科学现象 是科学现象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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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让小咕咚去泡泡实验室看一看吧 走喽 小智伴再见 好可怕 好可怕 亲爱的小朋友快来吧 神奇的誓言正在呼唤你 科学的世界又好我奥秘 我们大家一起探索去 我们欢迎你 快快来这里 啦啦啦啦小朋友们欢迎你 啦啦啦小朋友们欢迎你 小嘉宾 叶璐瑶 今年六岁 小嘉宾 王雨晗 今年六岁 小嘉宾 陈宇 今年六岁 小嘉宾 陈阳 今年六岁 欢迎来到我们的泡泡实验室 本栏目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 置办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 小顾东刚才做的那游戏真的很神奇 是有什么神奇的魔力吗 是不是感觉纸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对 那就让大魔术师绿泡泡来告诉你 好 其实也不是什么魔法 这样我们来试一试你就会知道了 现在这是两张纸 我往中间吹气 我们看一看有什么神奇的现象 怎么样 怎么样 只往外还是往里 往里 往里 七到一起了 对不对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那是风吹的它 为什么风吹的它不是往外飘 而是往里飘 我们再来看看 一二三 永远都是往里挨在一起 而不是往外 小朋友说这个纸可能比较特殊 如果换成其他的东西 会不会也是这样 在这里有一个小木棍 上面绑着什么 气球 好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个气球的颜色 这个是 红色 这个是 绿色 就代表了红果果和绿泡泡 我往两个气球中间吹气 看看有什么现象 这一块 也向中间靠拢了 红果果你来试试 碰在了一起 好 我们让小朋友也来试一试 好 小雨你来试一下 好 别着急 我说开始再开始 来 一杯 开始 看到了吗 吹 吹 是不是往中间了 好好玩 好好玩 来 往中间吹 好 来 你们来试一试 都是碰撞在一起 而不是分开 为什么呢 想知道吗 红火锅 其实这个是利用了一个叫做 博弩力原理 大家听上去可能觉得很深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周围都有什么 空气 有很多的空气宝宝 两个气球中间也有 刚才我们在吹气的时候 把中间的空气宝宝怎么样了 吹跑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压墙就小了 那旁边的空气宝宝多 就把两个气球压着 挤在了一起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原来是这样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好的 小朋友们 科学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赶快喊住我们的口号 没错 喊住我们的口号 一起说 科学泡泡 动手动脑 细心观察 探索 妖妖妖 欢迎回来 小狼子已经用紧为 不断三大人品质可放心的 南山废惠 婴幼儿奶粉 刚才我们看到了 两个气球还有两张纸 在往中间吹气的时候 都会向中间靠拢 其实这个伯努力原理 还有很多可以应用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利用它来玩一个小游戏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个道具 这有一个孔 我如果在这一端吹气的话 你们猜这个小球会掉下来吗 不会 是不是很厉害 都起了吹风机 而且我还能吹着走 当然对肺活量有一定的考验 接下来我们请小朋友也来试一试 中间有一个大盒子 我们看看在规定的时间内 哪位小朋友用我刚才的这个方法 运送的这个塑料小球多 好不好 好 谁先来 杨阳先来吗 好不好 可以吗 来 杨阳先来 好 准备好 杨阳 计时 开始 好 这个球要一直吹 好 加油 好 还有五秒钟 好 时间到 好 我们的小朋友一共运送了五个 好 现在换另外一个小朋友 就这样 轻轻吹 吹 吹 好的 好 好 吹进去 好的 好 一个 好 把它吹起来 好的 再来试一个 加油 实际吹 没关系 没关系 最后一个 实际 加油 好 可以来 来 这边的小朋友也来试一试 好吗 备 开始 吹起来 悠悠 吹 好 再来一个 腰让它一直吹起来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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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 来 韩瀚来 放平 放平 吹 好 可以 那换一个 平着放 好 往前走一点 吹 吹 所以小朋友都很棒 都体验了一下 是的 红果果有个好方法 有的小朋友说 我也想玩这个游戏 但是我家里没有这个道具 怎么办 对 没有现成的道具 快看 这个是粗一点的吸管 然后我在这个位置开了一个小口 然后我们玩的时候怎么玩 就是用手堵住这一头 然后用嘴对着这个 能成功吗 再试试红果果 真的很神奇 太棒了 这就可以自制一个这样的玩具 好 我们赶快把这个结果告诉知道点博士 这里也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让我带你们来看一看 咕噜咕噜 气球转起来了 转起来了 太漂亮 太漂亮了 小只半知道 这也是伯努力现象 是的 这也是伯努力现象 怎么样 小朋友们 我知道点博士 还是知道一点点的 本栏目是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 事办儿童机器人 独家冠名播出 是的 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了一个叫做 博努力原理 对不对 是的 小妈妈都知道了吧 我们四位小朋友表现得很出色 是不是应该鼓励一下 好 好 伸出你的手棒棒棒棒 热烈的鼓掌棒棒棒 小朋友小朋友你真棒 小朋友小朋友你最棒 好了 四位小朋友表现得太棒了 小朋友将获得给我们来们送出的南山被惠因药儿奶粉 恭喜你们 恭喜 好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也热爱科学的话 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行列当中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科学的奥秘 做了那么久的科学游戏 咱们接下来来活动活动身体 一起来 来吧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我的身体 棒棒棒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部位 你赶快和红果果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吧 快来呀 这是我的脑袋 最聪明的脑袋 装满很多奇妙的想法 一动一动 转一转 我爱我的小脑袋 这是我的双手 最灵活的小手 可以和好朋友握握手 拍一拍 挥一挥 我爱我的小手 这是我的肚子 圆肚肚的肚子 里面装有好多好吃的 摸一摸 揉一揉 我爱我的小肚子 圆肚肚子 头上手下下 拍一拍手 坐坐悠悠 摸摸肚子 画个圆球 摸得神秘 棒棒棒 怎么样小朋友们 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很神奇呢 赶快和我们一起再来做一次吧 这是我的脑袋 最聪明的脑袋 装满很多奇妙的想法 动一动 转一转 我爱我的小脑袋 这是我的双手 最灵活的小手 可以和花锋 握握握手 拍一拍 挥一挥 我爱我的小胸 这是我的肚子 圆肚肚的肚子 里面装有好多好吃的 摸一摸 揉一揉 我爱我的小肚子 月一夜头上下下下 拍一拍手 挖挖揶揶 摸摸肚子 花的圆圈 我爱我的神奇 棒棒棒 我是道哥 我是摩尔 小哥 摩尔 小哥和摩尔 户外安全防中暑 小哥 我们一起出去玩 我刚从外面回来 现在头有点疼 脑袋晕乎乎的 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就是 你不会是生病了吧 我刚才在外面玩的时候 就有点难受了 看你的样子 你肯定是中暑了 快喝一点清凉的饮料 在屋里多休息一会儿 有情况 我们快去看看 外面好大 硕硕 一会儿我们玩点什么海 外面有好多好玩的 我们去外面玩 硕硕 你看 外面好热 热一点怕什么 才在屋里逗聊 好的 硕硕 我们就出去玩 我们出去玩吧 走吧 小朋友们 烟气这么热 我们在外出的时候 是应该戴上帽子做好防晒 还是直接就可以出门 出去玩要戴上帽子做好防晒 好的 小咕咚 我把我的帽子戴上吧 好的 戴上帽子吧 真帅 走啦 出发喽 出去玩喽 说说 等等小咕咚 来啦 我追上来了 小咕咚 说说 你们玩了半天了 来喝点水吧 老师 我不口 我不用喝水 小朋友们 天气这么热 我们在外面玩 是要多喝水呢 还是等口渴了再喝水呢 天气热应该多喝水 哇 打碎了 一定要记住 天气热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 这样可以防止中暑 好了 喝好了 小咕咚喝饱了 谢谢老师 不客气 叔叔 你看 那边有平和木 我们去那玩吧 好 走 平和木 小咕咚 叔叔 慢一点 注意安全 我们再玩一圈吧 小朋友们 夏天 我们在室外玩的时候 是应该在有阴凉的地方玩呢 还是应该在太阳底下玩呢 要在阴凉的地方玩 答对了 答对了 夏天 千万不能一直在太阳下玩 这样很容易中暑 太热了 叔叔 我们还是去阴凉底下玩会吧 好 走 好热 好热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 好热 知道 就和我们一起长包 预防中暑 要注意 做好防晒再出去 多喝水 少泡晒 注意休息 别大意 哇哦 小朋友们 你们太棒了 夏天要做好防晒再出去玩 天气热的时候要带力量的地方玩 天气热的时候要多喝水 我是道哥 还有我 我是河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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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我们很高兴 咕咚信箱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咕噜咕噜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铃铃铃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铃铃 好的 铃铃 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了视频 好的 铃铃 让我们一起来看会吧 大家好 我是王千鱼 我今天三岁了 我表演一个我爱妈妈 好棒 太棒了 咕噜咕噜 凡事联系外面的小朋友都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 当然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帮助你们一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智慧树的官方微信和微博 因为在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内容 还可以和我们的智慧家族一起快乐互动 太棒了 赶快行动起来 有人把自己带下去 你需要学习气 你带你去找个人 你不要去找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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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去带来 小朋友们快点来讯 快点来讯 咕噜咕噜 这个月我们的官方微信主题活动是 萌宝环游记 宝贝们 暑假里 你们和爸爸妈妈去了哪些地方 快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晒出你的暑假之旅 小咕咚在这里等着你们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们再见